大家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 最重要的日子 今天大盘呢 有没有 相当的弱势 可是这个盘啊 周董早就讲过 我说呢你要看周董的关键价 当我的关键价刚在2380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周董呢给多头扛责任 而他扛不起 扛不起 扛不起 那相对的只要往下走 了解吗 那你一定会问啊 关键价之下 我知道要做空啊 可是他现在实现之上啊 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 以期货开盘价为基准 上多下空不得有误 了解吗 谁发明的 周董 了解吗 所以呢 期货跟选择权呢 周董讲过 用数学来决定一切 不要自己乱想哦 很多人讲说什么 多头心态啊 很多人想说啊 涨多回档啊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你想的都是错的 只有数学才是真的 来 所以呢 周董呢 很喜欢用数学 了解吗 因为呢 用数学呢 可以做到波动 可以克制外资 重点 还可以呢 稳稳荡荡的呢 依照数学发明的三招 周董没有很多哦 大家要记得 很多人期货呢 这辈子会做不好呢 是因为学坏了 学错了 为什么 那你的技术不是说不好 是很不好 为什么 当然简单嘛 你赚都赚二三十点 你亏都亏五六十点 那长此以往呢 那一定亏的吧 了解吗 你何不跟周董一样 做一个方向就好了 一天就一个方向 对不对 一天呢 没有什么 先做多 再做空 再做多 再做空 没有这种事情 了解吗 一天就做一个方向 你直接告诉我 你未来 大盘要往哪边走 就往哪边做 了解吗 因为呢 我曾经讲过 我说呢 期货跟选择权呢 我之所以呢 会把它揭秘 把它看破 答案很简单 我一直在想 期货跟选择权呢 要怎么做才会赚 想很久 想很久 想到最后呢 我认为方向 了解吗 也就是呢 我做多啊 对不对 我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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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买不完 对不对 可是呢 重点来了 方向往上啊 我买怎么买 怎么买都对 我买高也对 方向往上 我买低更对 方向往上 方向往上 做多 做多 就对了 那一样的道理 方向如果往下呢 空的高 赚的多 空的低 还是赚 了解吗 所以我就发明了 那我把方向找出来 把方向找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 关键价 十字线跟 期货开盘价 这三个 都是方向的决定者 了解吗 而且它是数学哦 它不是说呢 我认为 我想我如何 我看断 对不对 没有 就是数学 你看到 关键价嘛 数字嘛 十字线数字嘛 期货开盘价呢 今天早上你们知道开在哪里 对不对 当我呢 贯出呢 2380之后 大盘呢 就为我所用 了解吗 一个月有2000点 可以获胜的机会 来 我做波动了 总共呢 从10月1号到今天是5152点 怎么做的 来快速哦 好就这样 有点快 你可以呢 回放按0.25的速度 帮周董累加 就是5152点 然后呢 这个是list 接着呢 攻略 我讲过嘛 我还是会教你的 了解吗 就像呢 对待我的会员一样 我的会员呢 有时候问为什么 你这么厉害 知道呢 要放空 知道要做多 为什么坏 周董讲过 如果你呢 你很耐心的看我 一整年的影片 你大概呢 会有我七成的功力 因为呢 我都不藏私啊 我直接呢 告诉你的方向 我还告诉你 我怎么会空 我怎么知道要空 了解吗 来 川普会上 有没有 我讲在前面 对不对 川普会上 没有人有感觉啊 只有周董有感觉 了解吗 川普会上后面会怎样 你要推啊 你要推论啊 这叫逻辑啊 川普会上 台积电会很危险 会很危险 很危险 很危险 了解吗 那一定会问 台积电的业绩啊 干川普什么事 了解吗 殊不知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 就是人 了解吗 你不爽我 我不爽你 政治啊 你知道 只有一条路 尤其是川普呢 是喜欢赢的人 那相对的 当他盯上的人 就必须输 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说呢 台积电呢 被他盯上了 所以呢 如果川普上的话 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台积电 会很危险 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呢 川普要出什么招了 可是知道这样 没有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最近做的 昨天晚上做的 来跟大家讲解 昨天晚上呢 夜盘呢 一样有开板架 来 我给你看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这边又杠到日盘 日盘是不是637 对不对 最低呢 2332 这都很重要哦 这都是密码哦 了解吗 好 那我们怎么做 开在呢 23611呢 开了以后 对不对 我都不理他 为什么不理他 因为我就看空嘛 为什么看空 就这样 2J啊 了解吗 2J啊 了解吗 所以呢 他呢拉了一段 不理他 拉了第二段 拉了第二段 了解吗 本来呢 在这边呢 要空啦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杀的太快 来不及 来不及空呢 就算了 了解吗 就空在这一区 空在这区啊 昨天夜盘呢 让我们赚了122点 好 昨天夜盘结束了 了解吗 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呢周董讲过 跟会员讲 我说呢 这一波下跌呢 很可能呢 等一下呢 会被美国乱搞 了解吗 所以呢 有赚的 就分批过 你了解 最多 赚122点 来 今天 今天呢 周董说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 10月18号 上礼拜五啦 礼拜一 礼拜二 昨天啦 对不对 123 连续三天 都是呢 开盘呢 市价就要放空 了解吗 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呢 期货开盘价的威力 我再讲一遍 8点45啦 会开出一个价格 机会 期货会开出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 你就把它划一条线 那今天怎么做 以期货开盘价为基准 上多下空不得有乌 了解吗 那你另外问 那上多要怎么多 下空要怎么空 来 我教你 来 所以呢 有没有看到 我说呢 如果开盘市价空 这三天啊 就会赚200点以上 可是 可是 我很难呢 带大家冒这个险 很难下决定 对不对 来 我这边又讲 等9点 等9点 为什么等9点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9点没有用 9点一开盘 期货 就必须跟着现货走 了解吗 没办法呢 自己呢 再增加插300点 或增加插300点 没这种事情 了解吗 老人与狗 大家都听过 了解吗 所以当现货9点 一开了之后 相对的 见真章啦 你如果多头是真的 9点以后就天天喷出 如果你多头是假的 9点过后 麻烦你爆点 来 这边呢 我有发讯9点06分 有没有半康 这边放空 这边放空呢 就不用再多讲了 对不对 破切了 破切什么意思 自己看 破切 破切放空 赚78点 好 很多人以为呢 这样就结束了 对不对 没有 再来 来 这边呢 是不是我们放空 赚了78点 谈上来嘛 对不对 很多人在这边犯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这一段呢 他很想赚 有没有看到 可以赚100点 他很想赚 可是我讲过 我说呢 方向只有一个 听到吗 方向只有一个 喜欢看柯南的都知道了 真相只有一个 方向只有一个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啊 对不对 方向是这样吗 上上下下吗 上上下下吗 没有 并没有 方向是什么 方向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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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来 所以有没有看到 这边呢 是不是有一个 上升轨道 有没有破 有没有 有没有空 9点38又空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蓝色的叫 我们空单还没有走完 有获利100点以上 获利出一半了 然后最多呢 赚164点 还没走 还没走完 还有 我常常讲 我一空就空四口 不管是四口大台 或者是四口小台 对不对 我呢 赚了100多点了 我会出一半 剩两口 两口 放了 期货 就报告到这里 好不好 相对的 选择权是周董 最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 其实我还要想 会不会被扫单 了解吗 扫单以后呢 会员也会不开心 知道吗 可是选择权 不好意思 扫不掉我了 了解吗 选择权呢 我只会做一个方向 而且死咬住 怎么样死咬住 今天是经典 你有看到今天 我选择权的讲解的话 你的选择权呢 大概永远呢 就是会赢 绝对呢 谈不到另外一个字 就是今天赢 明天赢 后天赢 每个礼拜赢 每年赢 就这样 来 这个呢 是昨天晚上 记得吧 昨天晚上我是做空 一样的道理啊 我的POOT呢 买进 最低呢 买39.5 那我挑呢 是23400这个标的 39.5呢 一路赚到87 赚了百分之120 一倍多 一倍多什么意思呢 买10万 净赚10万 就这个意思 买10万 本金加获利便20万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接着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们一样买同样的POOT 有没有看到 昨天买的POOT 对不对 我最低是买了39.5 今天早上还有41 对不对 可以买进23400 做第一回 赚了1.2倍 百分之129 了解吗 很多人以为呢 就这样结束了 不好意思 没有 还记得我刚才怎么讲吗 有没有 今天早上这边空了 对不对 是不是赚这一段 先赚第一段 对不对 再做第二段 持咬住 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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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持咬一个方向 来 23400 POOT 对不对 刚才呢 是不是做到了94点 是不是又拉回了 拉回呢 最低来到52 对不对 买进 买进呢 再拉一次 来到了94 这里呢 赚8成 对不对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你以为做两次就结束了 不好意思 没有 做两次 第二次是这里 有没有 这里放空 对不对 他再来一次 他再谈一次 对不对 很多人呢 以为呢 舵头形态出现了 为什么 三重底啊 周总告诉大家 不要用眼睛去看行情 你要用呢 我们的未来性 了解吗 期货开盘价之下 23800点之下 对不对 虽然是12线之上 可是呢 你拿什么胆 敢往上拉 来 继续 再做一次 有没有 23400 不得做第三次 有没有看到 最低呢 买到26 最高呢 涨到了102 把它出掉 赚了2.9倍 你看到没有 第三次 有没有看到 就是死咬住一个方向 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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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不是傻空哦 等他弹上来 弹不动 半扛 了解吗 很多人这辈子呢 做空会做不好呢 就犯了这个错误 为什么 逢高空 一路被嘎空 了解吗 你为什么呢 不让他长 再长 又长 长到天上去的时候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势 有没有 软了 弯了 对不对 等他顺势往下跌的时候 放空 有没有看到 来 长吧 对不对 长嘛 对不对 长嘛 对不对 长不动了嘛 对不对 放空 有没有 都是我们的 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说呢 我们做了有所本的 对不对 我们呢 不单单呢 做了三次 23400的PUT 周董还跟会员讲 再继续做23500的PUT 这个买得最低的 为什么 这个呢 就是呢 这个点位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这边23400的PUT 对不对 我们呢 是逢低买 买很久 都还在26 对不对 后来啊 他突然间呢 再拉这一段 对不对 周董呢 认为 就是跟他咬住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了解吗 这个方向呢 就是往下的方向 所以我们咬住了 叫会员73点以下买进 73点呢 我的会员本来以为买不到 为什么 因为呢 第一分钟有看到 以为不会来第二分钟 你有没有看到 到最后穿价成交啊 穿价成交啊 挂73 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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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 成交过后呢 这个赚1.6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怎么做的 来 10月4W 1883 什么意思 10万块 10万块 可以净赚188万 了解吗 可是重点哦 记得哦 这个是最高的绩效 因为呢 我们呢 还会呢 大概赚一倍先出一半 所以呢 真正的绩效呢 应该没有这么多 可是记得 周董呢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每一趟 都有照我的指令做 而且呢 每一趟 最低我们一定有买到嘛 最高也会出得到啊 因为如果讲分批出啊 了解吗 最多最多就是赚18倍 好那怎么赚呢 来 563 224 97 213 了解吗 这都是昨天的 那昨天晚上呢 120 今天早上129 80 292 165 全部加起来就是18倍 好 那呢 上礼拜 来 22 40倍 好 44倍 44倍 了解吗 所以呢 周董告诉大家 今天给大家永远做到对的方向的秘诀 好不好 那呢 今天的这个活动 麻烦大家好好的把握 记得先打电话 022321 9933 022321 9933 通关秘语 不给半价 就导弹 麻烦大家呢 今天来跟周董做到对的那一边 期货跟选择权 来 那股票呢 是这样 很简单 我常在讲 我说呢 我的股票呢 是最不花精神 为什么 期货要盯盘 选择权呢 要手脚快 了解吗 这两个呢 都很耗精神 那为什么股票呢 这么简单 当然也很简单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公司呢 今天成长 明天就小轰的 今天成长 明天就衰退了 今天成长 明天就不成长的 如果有 周董拜托你 千万不要买 千万不要买 为什么 你今天买了 明天涨零卖掉 后天再买新的 你永远都在冒风险 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 你每一天都做短线啊 对不对 你总有一天呢 会夜路走多的遇到鬼 遇到鬼怎么样 再加上你一个特性 你股票亏了一定不卖 那你好股票呢 赚一块赚两块赚一直涨停就卖掉 长此以往啊 这样的操作听有没有 你常常这样做 好股票赚一块赚两块赚十块就卖掉 好股票你都卖掉 坏股票你套牢了都不卖 那我问你 你做一百次 让你赚三次好不好 你剩下97次永远都套牢 所以你的资金会怎样 越来越没办法动 为什么 全部都是套牢股 了解吗 所以你要买什么公司 买呢今天会成长的 确定今天会成长的 那很简单吧 今天成长 明天也会成长 后天也会成长 我讲的是呢 不是股价的成长 我讲的是业绩的成长 很多人呢 用股价的成长呢 来代表投资的胜利 不是 不是绝对不是 了解吗 我们必须呢 看好这家公司 而且是真心的看好 才会买进 当买进以后呢 就六个字 六个字啊 买主流报波段 很简单吧 好 那很简单的相对的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不信对不对 你不信试试看 你不信就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啊 你就是不相信嘛 你不相信台积电会涨 你不相信台积电是好公司 你不相信台积电涨了这么高 还会再涨 我们相信啊 买进买进买进 813 我们当天就告诉你了 还有第二次 这是8月5号当天就告诉你 第二次9月4号 买890也当天告诉你 第三次买983也告诉你了 为什么 涨到1110块嘛 1100块 期货还带到1130 了解吗 我们有做台积电起货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什么都相信 而你不相信呢 你都是输家 那从现在 你答应周董 从今天开始 你听懂了 你愿意相信呢 我说都来得及 我保证 你从今天开始呢 跟我一起做好公司 财富一样 从今天开始 与日俱增 好 那说到要做到 股票不能换 股票不能动 股票要老是那几次 来 很老 看到呢 你都不敢买 你都不想买 为什么 你看到我们的涨幅 你都看到 2.3倍 82% 100% 129% 97% 你有没有看到 你都看到了 不敢买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呢 也是从两成开始成长 有没有看到 两成三成 62% 什么成长的 几名你都知道吗 你7月17号呢 有看我的YouTuber 你就知道 我一路呢 做几名 了解吗 你呢 6月13号 有看我的YouTuber 你就知道我做华景天 你7月11号 有看我的YouTuber 你就知道我做百德 你8月6号 你有看我YouTuber 你就知道我做连车 你就知道我做金站 你什么都知道 我股票都没换过 6个字 买主流报波段 就这样 你懂吗 从头到尾的 我告诉你 我说呢 我看好这些公司啊 不是看好一天或两天啊 如果呢 我看好立即 看好一天或两天的话 我干嘛买它 我买了明天卖 会员跟得上吗 跟不上 绝对跟不上 你一定要很看好 然后呢 all in 买进 买进以后 就不要动了 就让会员赚 赚62% 很开心啊 了解吗 过去呢 没有赚到金站的 没有赚到联策啊 百德啊 华锦店啊 锦名 对不对 难道永远没有机会吗 不是啊 你有没有看到 接下来呢 可以呢 做立机 9月24号 9月24号参加周董的会员 可以买立机 对不对 9月18号参加周董的会员 可以买光盛 没有换啊 没有换啊 都这样 都从底部 了解吗 我常讲我的股票是这样 你进来 你先赚10% 然后呢 再赚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了解吗 到底会到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重点 我呢 涨一倍以后 我会先让你出一半 为什么涨一倍一定要出一半 答案也很简单嘛 我们有一百万的资金 涨一倍了 是不是变成两百万了 两百万出一半 是不是把一半 一百万拿回来 一百万拿回来 剩下一百万都是多赚的 市场给我们的不用钱 不用钱 买股票不用钱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了解吗 一百万拿回来有什么好处 一百万拿回来心很安定 为什么 永远不会赔的 因为我另外一百万 都是在股票上面 都是不用本钱的 本钱一百万拿回来 还可以再做光深 了解吗 还可以再做新的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常常赚一倍就先出一半 那钱呢 再买利基 再买光深 再买安可 再买小光深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慢慢的 让它成长 了解吗 我的股票呢 不是一下就涨停了 了解吗 可是呢 很容易 涨不停 很容易涨不停 那一定会问 为什么涨不停 答案就在台积电 台积电呢 人家未来呢 就是一个最主轴 未来十年 我答应你 台积电呢 一定是男主角 第一男主角 可是第一男主角呢 有时候演戏啊 演久了 会累 想休息 对呢 这时候的配角 记得配角也很重要 配角怎么样 能衬托出台积电的威力 配角在哪里 COAS先进封装 配角在哪里 矽光子联盟 了解吗 这些配角 有漂亮吗 有没有比台积电更厉害 有吧 62% 有漂亮吗 有没有看到 扇形封装 又一个新配角出来了 了解吗 那一定问问 你真的有吧 你有才能讲哦 你没有是不能讲的哦 周总答应你 有 有 有 了解吗 都有 我就是看好 那为什么要看好扇形封装 因为台积电要住 台积电呢 买三四八亿的群创的光电厂 他不是买来摆着 一百多亿不是买来摆着 一百多亿买来以后呢 我要用扇形封装去cost down降低我的成本 提高我的效率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对不对 那么相对的台积电一个人做不来 为什么 因为在中间有很多的制程需要耗材 耗材 耗材像什么 耗材像我之前做的华景天 耗材像我之前做的6667的信红科 有没有 台积电的好帮手吧 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耗材 有没有看到 有 有 有没有 都是我呢 真心的推荐给大家的股票 那我会员都买了啦 了解吗 了解吗 PO出这些图呢 最主要是告诉你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 真的有 而且呢 都从底部出发 你看到 都没有标啊 都没有标啊 了解吗 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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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那除了这些股票呢 我还讲一个新的应用 大家都知道 艾斯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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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斯摩尔呢 相对的它是光科基的第一名 对不对 台积电呢 要10颗1块金元 对不对 相对的都买 艾斯摩尔的光科基 现在最新的一台光科基啊 你知道吗 30亿新台币 可是呢 我们奈米压印只要3亿 10分之1的价格 10分之1的价格 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做的比光科基还要好 为什么 当然简单嘛 我们的耗能 耗电啊 耗水啊 也是呢 我们光科基的10分之1 了解吗 那你想想看 绩效如果差不多 对不对 一个呢 电力只要用10分之1 价格又10分之1 有没有 台积电呢 当成本降低 成本降低 成本降低 那不得了啊 台积电呢 本来赚50块的 未来可能呢 几初赚80块 赚100块 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们奈米压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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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给大家真的股票 真的有 了解吗 所以呢 今天这个装案 不给半价就导弹 我就要带你买新的 好 麻烦打0223219933 0223219933 记得哦 关键密码要兼奖 不给半价 那就导弹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